主要今天是來跟大家講一個簡單的法律概念 就是買票跟賣票都是有罪的 我們常常有些人會說 我買票有罪沒問題 那賣票的人有沒有罪 基本上我們刑法143條規定很清楚 你收人家的錢去賣票 把自己票賣給別人 這樣子的行為也是有罪的 所以賣票本身有罪 買票我們目前刑法主要規定有在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999條 跟刑法第144條 它都有規定有關買票的行為都是有罪的 買票選舉有罪 而且不是只有用現金買就叫做買票 你給他不法利益不正利益 例如像剛剛我們余凱說到的 去幫忙喬一些位置 去做這種承諾 這種東西很明顯 也都會被認為是這種買票的行為 而且不是只有對個人買才會構成 我們的選罷法第102條 還有規定 如果你是對團體用捐贈的方式進行買票的話 也會成立犯罪 所以不要以為說 我一次買一群就不構成買票 不是 我們的法律是有規定的 只要有任何不正利益去約定你的投票行為 不管是投票或是不投票 都是這種買票的行為 還有 我們後選人還有老師都有提到 很多裝腳都會把罪責往身上搭 其實我們的法律是有規定 如果你被抓到 你如果有供出你的上游 是可以減刑的 立法者其實有鼓勵大家 如果真的不小心 你做了錯誤的事情 坦白從寬 把事實供出來 是可以減刑的 這邊也要一併跟各位 媒體朋友還有我們的 觀眾們一起分享這個法律觀念 總而言之 買票跟賣票 都是有罪的 都是有罪的 不要以身釋法 因為其實現在 我們知道的 其實台灣現在在打擊這個惠選案 其實是非常積極的 如果你遇到了惠選該怎麼做 主要最好的方法就是你收證之後 把證據給地檢署 我們這邊有這個地檢署的電話 打電話有地檢署 如果查獲呢 地檢署這邊 這邊有電話 這個0800-024-099-4 檢舉專線 撥打檢舉專線 只要知道 哪裡有惠選 馬上撥打 馬上就會有專案處理 這邊要跟各位觀眾朋友 再說一次 買票賣票都是違法的 如果你發現到有了買票 或有人賣票 請盡速 撥打我們的檢舉專線 讓我們台灣的政治 高雄政治更好 好 OK 以上